葡萄牙球星C羅和沙烏地阿拉伯 足球俱樂部艾納斯簽約 1號晚間抵達了沙國首都 新東加也砸下重金 將會替C羅舉行三萬人的盛大派對 根據媒體報導指出 C羅簽下兩年半的合約 預估會賺盡超過一百六十億臺幣 C羅二號晚間搭乘四人飛機 飛抵沙國的利亞德機場 稍早在飛機上還特地錄製短片 問候新東加艾納斯的球迷 37歲的C羅去年底 與沙烏地足球俱樂部艾納斯隊 簽下足攤史上最貴合約 年薪高達兩億歐元 兩年半可讓他賺盡超過一百六十億台幣 艾納斯為了表示 對這位五屆金球獎得主的禮遇跟尊重 3號將在主場替C羅舉行三萬人的歡迎派對 利亞德的球衣專賣店 感應背號7號的C羅球衣 吸引不少球迷搶購 這位一位最大的歷史 在歷史上不進去玩 這位最大的歷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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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联赛 希罗也可以被租借到 纽喀索联队 原因是爱纳斯 与纽喀索联队都是由沙吾蒂 公共投资基金所拥有 保守的沙吾蒂王室 恶劣的人权记录经常被外界抨击 但近几年 沙国透过举行各种大型的体育赛事 包括一级方程式赛车 高球赛 全级赛等 试图扭转国家形象 同时也扩增了除了石油以外的 经济来源 大部分由沙漠覆盖的沙吾蒂 夏天最高温经常达摄氏50度 但却硬是砸下5000亿美元 争取到2029年 亚洲东京运动会的主办权 此外包括2025年 亚洲室内五一运动会 以及2034年的亚洲运动会 都将在沙国举行 这次成功争取到希罗的加盟 不仅成功制造话题 也势必将创造新的商机 公共新闻就很请编译